过了这一关 你就是我黑风永远的熟悉 那不如说是畜生开会 别拿人信了 再做实验 就像这只小鹿 它刚一出生 就被它妈妈扔在丛林里面 每当遇到困难 经历死亡的时候 它就会拼命地奔跑 只有这样 才会给它带来这么 精致的双腿 于是我就想啊 是不是所有的生物 在经历绝境的时候 才能激发它们的潜能 那要是人为干涉呢 是不是能加速它们的进化 黑风 就是我的一个实验罢了 把那些孩子们 放在绝境里面 让它们互相比拼 互相攻击 只有这样 才能够刺激它们的求生欲 激发它们的潜能 那在师父眼中 我们就是你餐桌上面的 那块肉吧 这个世界很简单 改变就要付出代价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 都能想起你的父亲林世红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他的愚蠢 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不过好在他留下了你 你是他弥补错误唯一的机会 所以你就带我回了黑风 抹去我的记忆 用你的方法对我进行训练 那做这么多 为的是什么 十六年了 十六年前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让人类进化的方法 我很着急地去跟我师兄分享 我想让他跟我一样去当 造物主 明白了吧 他不但不理解我 还反对我背叛我 好啊 结果他下地狱了 造物主 真的挺好笑的 其实这个世上 没有什么能加速进化的 你用病毒来进行进化 才是真正的地狱 你错了 你不就是我 最完美的作品吗 那听起来 我好像得感谢你啊 那造物主现在想的什么呢 我想什么 我想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参加我为你准备的 真正的精英筛选 希望你用精英的头脑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过了这一关 你就是我黑风永远的首席 我的爱徒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把我们变成怪物啊 好 与其说是什么精英筛选 那不如说是畜生开会 还有 别拿人性再做实验 这样只会注定失败 对了 你的强迫症 让你有妄想症的症状 再这样下去 你会疯的 人性好不好试一下就知道了 别忘了我的实验